这一课我们来学习和弦转换 首先请大家翻开我们书籍当中的这一课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到第一个和弦 AM和弦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用我们的实纸放在二线的一品 中纸放在我们的四弦二品 无名纸放在我们的三弦的二品 我们同时按住它 这个就是AM和弦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右手的六弦 不需要弹响的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插号是在我们的五弦 第二个是在三弦 第三个是在二弦 第四个呢是在我们的一弦 它们都是八分音符 我们一个人来尝试一下按住AM和弦 也就是 五三二一 接下来呢我们这一小节呢 它还有一遍 五三二一 好那么完整的就是按住我们的AM和弦 弹两遍 五三二一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和弦AM和弦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我们下一个和弦DM和弦 好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用我们的十指看到我们书记当中 十指呢是去按住我们的一弦的一平 然后我们的二指也就是我们的中指呢是去按住我们三弦的一个二平 然后我们的第四指也就是小指呢是去按住我们的二弦的三平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用无名指去按它都是可以的 好那我们右手呢需要弹响的呢是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插号呢是在我们的四弦 好那么第二个三弦 好第三个呢是二弦 第四个呢是我们的一弦 好那么我们来尝试一下 四三二一 好它同样也是两遍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第三小指是一个E和弦 好这个呢我们在小云家已经学过这个和弦 好其实呢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它和我们AM和弦的按法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呢我们AM和弦呢是完完整整的往后移了一根琴弦 然后我们的E和弦呢是前进的一根琴弦 对吧好那我们E和弦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右手需要弹响的呢是 六三二一 六三二一 好那接下来呢又回到了我们的AM和弦 好就是就是把我们的E和弦呢退回一根琴弦 好那么右手呢也是 好那么呢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是去练习我们左手的一个和弦转换 那么我们呢再回到我们的AM和弦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呢在最开始呢我们练习的时候要很准确的一下子能够练习到我们的手指能放上去就是一个AM和弦你要记住它的位置它的指法是什么 好那我们比如说我们要按一个DM和弦你也能够很快的就把它反映出来还有一个E和弦好这个呢都是大家多练习呢它就会熟练的好我们在练的时候呢我们先可以把和弦之间相互的一个转换把它练熟然后我们再去加上我们的右手好比如说我们可以先暂时就这样子去按好可以右手呢可以暂时不弹然后再去按我们的DM和弦 E和弦然后又回到AM和弦 这样子你反复的练习的话那么就会很容易了转换和弦呢也就会非常简单了 我们在看和弦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寻一些小小的技巧比如我们刚才的AM和弦我们的E和弦AM和弦 好它们呢其实指法都一样只是呢它们琴线的位置不同 好这个呢就需要大家呢多练习就可以了 好那么我们把它练熟练之后呢我们就一块来尝试一下 我们看看能不能把我们的左手右手都配合起来 好那么现在我们一块从AM和弦开始尝试一下 DM和弦 E和弦 M和弦 好当你觉得你练习的差不多了能够把它很顺利的这样连贯的弹下来了 好那我们呢就可以进入下一节课的学习了 好那这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M和弦 M和弦